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的警告讯号 参考经文 又如索多玛·俄摩拉 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 由大叔一章七节 每一个关心儿女成长的父母 一定都曾经警告过他们的孩子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 或其他容易发生意外的地方玩耍 是多么危险 小孩子往往意识不到危险 所以他们需要有人时常提醒他们 当神的儿女有时心不在焉时 我们的天父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一想到他们会因无知灭亡 便令他无比痛心 所以他要向我们发出警告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灭亡 就是其中一个警告讯号 创世纪十九章记载的事件 给我们一个机会领略到 这两个罪恶城市堕落的情况 两个使者被差遣去警告罗德 索多玛城的罪恶时 对他说 城内罪恶的声音 在耶和华面前甚大 耶和华差我们来 要毁灭这地方 这些城市很久以前 已经背弃了神 他们已经丧失 一切社会道德和良知了 当人们变得越来越邪恶 便对罪恶的警觉性越来越低 人性就是如此可悲 我们可能会变成一头发出臭味 但自己却浑然不觉的臭诱 陷入罪恶的人 往往毫不在意 他们自己道德上的恶臭 唯愿这两个古城的命运 成为一个严厉的警告 警戒我们 试图偏行几路 不理会神或祂的指引 会给生活带来怎样的恶果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求祢怜悯我们 我们被罪诱惑了 但却往往看不到 祂带来的危险 我愿我们听从祢的警告 继续专心仰望祢而得胜 因祢是我们信心的 创始成终者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